要是没有梁小龙 火云邪神这一经典角色或许就不会这么成功 当时火云邪神的第一人选是谭道梁 周星驰也因为他 给火云邪神设定的形象是形似超级英雄的霸气造型 然而谭道梁却因为角色是反派拒绝了周星驰 没办法 周星驰给梁小龙打来了电话 梁大哥 我这里有一个高手的角色需要你来演 梁小龙一听很是自信 当即拍着大腿表示这个角色我要定了 可是梁小龙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小秘密 那就是他试的秃子 这可怎么办呢 高手怎么能秃头呢 于是梁小龙去面试时 还定制了一顶属于高手的假发 可没想到 这顶让梁小龙很满意的假发 却被星爷一眼看出了端倪 更让他没想到的是 假发摘掉时 他原本的地中海发型更是让周星驰赞不绝口 看着眼前的梁小龙 一股专属于强者的力量冲击着周星驰 星爷当即表示 这就是火云邪神 这不比超级英雄还要超级英雄吗 这神来一笔的改动 却为相当影坛留下了一个经典的荧幕形象 天下无功 不坚不破 唯快不破 放荡不羁的发型加上老花眼镜 背心脱鞋 一个不同于常的爵士高手的形象出现了 梁小龙强大的动作功夫 将火云邪神为我独尊的气势演绎的灵力尽致 更为功夫塑造了最鲜明的角色 在拍摄功夫时 袁华快要被周星驰折磨死了 没有遇到星爷之前 袁华是七小福成员之一 他们中最出名的是成龙和红金宝 袁华作为低调的师弟 一直以强大的功夫征服表演般 所以当他接到包租公这个角色 加上电影六较功夫 很是痛快地答应了 袁华特别有自信 不是他吹 以他的武术功比来说 演好这个角色是分分钟的事 可他却万万没想到 只是因为一个表情 就遭遇到了演艺生涯中最大的滑铁路 这场戏拍的七八遍 每次都卡在袁华的表情上 周星驰一看这不行啊 拍摄进度不能耽搁 于是亲自为袁华做示范 袁华觉得OK了 再来继续拍摄 可拍出来的效果还是让星爷不满意 最后星爷决定放过自己 让袁华自己躲过去了 没想到真给袁华悟出来了 在经过多次练习之后 袁华也终于做出了 让周星驰满意的表情 也正是因为周星驰的严谨 让袁华好似开了翘一般 甩掉了定格在身上的功夫标签 拓宽的戏路 不仅成功塑造了包租公这一经典角色 在之后的表演中 出演的功夫喜剧和纯粹的喜剧电影 都有出色的表现 这是星爷电影的巅峰之作 他汇集了无数星光璀璨的演员 却也是影迷心中最大的遗憾 只要我不死 他还没退休 我们还是会合作 从1989年开始 周星驰吴梦达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合作 他们是香港影坛最炙手可热 和最让人称道的红花绿叶组合 所以当功夫开拍的消息传出时 不少影迷都在期待这对黄金搭档的第27部电影 但在功夫中观众却没有发现吴梦达的身影 这次周星驰身边的人是林自聪 一时间 关于二人不合的消息开始传开 但事实显然不是这样 剧本创作时 周星驰专门为达叔留下了角色 这点也得到了林自聪的证实 他在某次节目访谈中说 本来我的角色是由达叔来演的 角色的名字叫做阿达 但是没想到非典打乱了电影的制作计划 开机时间只能往后延期 周星驰和吴梦达也无奈错误 功夫里面确实有我演的角色 然后刚好碰到非典 他的戏往后廊了 但是我那个时候 应该跟另外一家公司 签了一个电视剧 但没办法 那个我必须拍那个 要不然我要赔钱 功夫上映后 获得了极大的成功 他被人们称作是周星驰最巅峰的电影 横扫金像奖 星爷在于而归 同样的他也是人们心中最遗憾的电影 原本有机会合作的 星爷达书也在此分开 达书曾多次表示 只要我不死 我们就有机会合作 可是随着达书的离世 从此之后我们在荧幕上 竟再也无法看到二人合作的声音 功夫也成为了影迷心中永远的遗憾